我们河南的牛肉价格大变价 而且币安的这个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吓人 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 马上步入7月份了 那么今天的我们河南的牛肉价格 究竟变价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了呢 价格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您的听完这个价格之后 和你们当地相比的话 是高了呢 还是低了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三东雷哥 提到牛肉价格这块呢 可以说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咱们农民的心目当中 大多都是这样考虑的 也就是这个牛肉啊 在过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能买得起 才那个时候才买 不得买得起 那个时候买 平时基本上都很少吃牛肉 因为牛肉太贵了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呢 牛肉价格也成了一个渣场变范了 价格变化的特别的快 尤其是在前一阵子 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可以说甘肃的牛肉价格 鲜牛肉都变价到二十块钱一斤了 是不是朋友们 而更加离谱的一个事情呢 像北京的一线城市 可以说北京的牛肉价格和猪肉价格 基本上持平了 但那个时候呢 很多市民都说到了 哎呦 如果这个价格这么低的话 和猪肉价格都持平了 那我还不如买牛肉呢 此外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 牛肉的香味特别的好 说白了 也就是说牛肉的一样价格非常高 和猪肉价格持平的情况下 那我肯定会选择这个牛肉 是吧 朋友们 牛肉这块呢 可以说 变化到现在这块 已经成了一个家常变范了 每家每户 每个农民 基本上都买得起了 也并不是说到过年时候买了 现在随时都可以买到牛肉 因为牛肉太便宜了 是吧 朋友们 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是吧 朋友们 那么今天已经是六月三十号了 马上不如七月份了 今天呢 我们河南的这个牛肉价格变化 也就是比原先小伟高了那么一丁点 这个价格呢 可以说 说实话 真的是 也是比到那个啥的 也是比到那个啥的 我今天 我去了我们当地的这个 秃在牛肉的这个店里边 问到老板了 他这个价格 现在 基本上卖到了是在 二十二块钱 最差的牛肉 最好的牛肉是在 二十六七左右一斤 二十六七块钱一斤 朋友们 原先鲜牛肉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在 三十到四十块钱一斤 而煮熟的牛肉 基本上会卖到七八十一斤 是吧 朋友们 只不过其个别牛的品种不一样 有的是卖三十多斤煮熟的 是吧 朋友们 而更加便宜的牛肉呢 基本有的地方都卖到 也都是十八九块钱一斤 这个变化呢 真的是 太不可思议了 提到牛肉价格暴跌 提到牛肉价格大变化呢 这样子 会让一些养牛的 农户们 可以说 他们心里面肯定都会不高兴了 是不是 朋友们 牛肉价格下降了 养牛不赚钱了 不赚钱了 可以说这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 但是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呢 牛肉价格越低越好 咱们都买得起了 是不是 朋友们 平时都会吃的吃不起的这个牛肉 现在的基本上都可以吃得起了 这个价格真的是变化太快了 而我们隔壁的一个省份 山东的牛肉价格 和我们河南的牛肉价格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25亿斤 26亿斤 像牛腱基本上会涨到30多亿斤 像这样的一个牛肉价格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您呢 和你们当地来比的话 我们这边高 还是你们那边高呢 你们当地的牛肉价格是多少钱一斤呢 还有一个问题 牛肉价格为什么变化这么快 变化的这个价格这么吓人 为什么这么跌得厉害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您呢 是否知道答案呢 如果知道的情况下 可以打到评论区和大伙们 分享分享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 落到这里吧 下个视频 咱们不讲不讲